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猫药师陈嘉伟 端午节快到了 天气越来越热 蚊子大军都纷纷出洞了 每个妈妈应该都希望说 蚊子咬的是自己或自己的老公 然后不是自己的小孩吧 那其实猫药师也一样 因为只要夏天一到 猫药师就开始头大 因为我们家的妹妹就是白白嫩嫩的 然后又因为小孩子的体温比较高 所以呢蚊子就很喜欢去叮她 所以常常夏天一到 她的两只脚就变成红豆瓶 那因为小朋友她的免疫力就是还不成熟 所以常常被叮了之后呢 就会产生血管性的水肿 然后或者是被叮了之后就会变成 就是精灵剃透的那种水泡 那其实呢 妈妈看的真的是余心不忍啊 想来想去呢 还是老祖庄的智慧 这个中药防纹包呢 最适合我们家来使用了 那为了我们家小孩呢 我特地还跟我学长去学了这个中药防纹包 然后挂在我们家的门口这样子 到底什么是中药防纹包呢 那就是在古代的时候 在端午节的时候 人人家家户户外面不是都会擦仓谱跟艾草吗 其实除了驱邪的作用之外 仓谱跟艾草呢 其实也有驱虫跟驱蚊的作用 中药防纹包里面也会有 仓谱跟艾草这两个成分 那其实中药防纹包也有点像是 古代就是香包的概念 除了仓谱跟艾草呢 它里面还会有就是可能香茅啦 小茴香啦 货香啦 薄荷啦 或者是一些肉桂 七里香等等这些成分 当然每一家的中药防纹包 就是成分都略有不同 然后这些药材的属性呢是属腥 那它就是比较容易挥发 气味也比较浓郁 那它就是用这些特殊的气味 来驱除这些蚊蚊的 那既然是靠气味来驱蚊呢 那猫老师就蛮建议说 要把它挂在可能大门的迎风处 让风吹的时候也可以让这个气味 就是跑到客厅里面 那或者是说风吹的时候 也可以跑到房间里面这样子 如果室内面积比较大的呢 就建议可以多挂几包 那我是觉得说鼻子闻得到味道 才会有效果 所以呢如果等到可能这个药材已经受潮了 味道稍微没有这么浓郁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拿下来换掉 换成新的 那这个旧的呢也不要丢掉 那我们可以用75%的酒精 跟水1比1的比例呢 去浸泡这个防蚊包这个药材 那这样子就是变成了天然的防蚊液可以使用喔 那最后提醒 如果有鼻过敏或者是呼吸道疾病的人 是不建议使用这个中药防蚊包的喔 今天我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那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或者是到我的粉丝团 猫药师的健康模法 私讯给我 然后我都会回答你的问题喔 下礼拜同一时间下午2点 别忘了继续收看我的影片 那今天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